開始 我不是姜媽媽 我先生姓張 如果你真的要教我什麼媽媽的話 我們今天要召開的這個會議 就是我們台北綠資源維護的概算意見交流座談會 我們今天有請到宋燕志工團體 還有我們童宗燕主任來現場跟我們參與座談會 我們另外還有請到文化局還有主機處跟公務局等等 我們今天其實召開這個會的起因 因為等於說現在大家對綠資源的維護越來越重視 所以我們在3月23號的時候 我們有辦了第一場我們跟宋燕團體的交流座談會 其實在那個會議上 宋燕團體有提供了很多的意見 其中有一點就是他們希望可以跟市長這邊有一個意見的交換 所以後來我們也安排了在5月11號的時候 有辦了一個台北市樹木保護意見交流座談會 不過最後很可惜 因為市長他臨時有其他的行程 所以最後是請了我們張一三顧問代為主持 那在這個會議上面呢 當然我們也是有很多的意見的交流 那後續就是有相關的團體希望我們可以針對我們台北市樹木的維護管理的預算 我們來做一個說明跟溝通 所以我們就召開了我們今天的 我們就針對我們105年的概算 我們的編列跟我們後續的運用 我們來召開今天的這個會議 不過這邊可能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的這個相關編列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我們的概算 他後續還是要送到我們奔赴去審查 然後再到議會去審議以後 最後才會變成我們的一個預算 那我先針對我們今天概算的這個部分來做一個說明 那這個是我們105年的概算的編列表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整個的行道樹維護管理的這個相關的預算 主要有分為 今年的花105年的話是分為五項 第一項是我們的綠地安全島設施整建工程 然後它其中有一筆預算叫做我們的綠化預約工程 它的經費是兩千萬元 一年是兩千萬元 然後第二筆是行道樹增補值工程 它在104年的時候大約是一千一百萬 那我們在105年的時候 我們編列的概算大概是九百萬元左右 再來是我們有個台北市樹木並總派防治工程 那我們這邊的話 概算的編列105年是一千一百五十萬元 再來有一個樹木維護管理的部分 在104年的時候我們是編列了一千四百萬 那我們在105年的時候 我們其實把它大幅的提升到了五千五百萬 那其實這些相關的預算 我待會後面都會一個一個來說明 然後再還有行道樹普查的預算 我們105年是編列了五百萬元 另外是受保護樹木的預算 受保護樹木維本來是在文化學的業務 那我們在105年的時候 就是市場需要用公務局來執行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在105年有編列了六百八十八萬元 那下面我們就針對我們每一個預算編列的使用 來做一個說明 在第一個是我們的 綠地安全島設施整建工程裡面 有一個綠化預約工程 那這個工程我們為什麼叫綠化預約工程 其實就是因為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廠商在得票以後 他其實是不知道說這個工程 大概要製作實際的內容是什麼 他可能只知道說他要在 可能哪幾個範圍內 他要負責這些範圍裡面的 可能包括僑木、灌木、草花、地被的一個種植 然後後續呢可能在這整個年度的時候 我們的可能我們會收到一些 人民層清案件 或者可能我們包括有一些 里長、議員的一些建議案件 可能他們會希望我們在哪個地地 或者哪個廣場、哪個路段 去做一些直在的綠米化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用這一筆預算 可能我們就會開張可能是施工單 然後再交給廠商 他們去針對我們的 希望去綠米化的範圍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工程 那其實這部分我們 這筆預算應該是說是我們 台北市現在目前主要用在 我們綠地安全島、行道樹等等 所有綠米化的一筆預算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我們 像是在台北市的一些路段 都是會有這一種 就是我們會去捕植一些 巧木、灌木等等的 那這就是我們的 一年兩千萬的 綠化預約工程的預算 再來是我們行道樹 增捕植工程 那行道樹增捕植工程 那行道樹增捕植工程呢 它其實 其實我們每年的行道樹 都會有死亡 這是一定的 那死亡的原因其實當然有很多種 其實應該說行道樹它本身生長的 基地的條件 它就沒有公園樹木來的好 因為它其實在一個局限空間裡面 而且它可能旁邊是有一些大樓 或者是說可能車來車往等等的 所以它的根系的生長 或者是它整個的基地條件 就不是那麼的好 那當然我們在設計種植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些我們設計的一些手法 去讓它去改善它的基地的環境 像是可能我們會有那個 客圖 或者是說我們會埋設通吸管 會有排水層等等 就會希望去提供一個行道樹 有比較好的一段生長的環境 那不過 雖然我們這樣說 其實每年還是會有一些樹木的死亡 不過這些樹木的死亡 最主要的不會是因為它基地條件的不好 其它最主要的應該都是一些 一些天然災害所造成的 因為以天然災害來講的話 在去年來講的麥田湖颱風 它大概就是有造成的 一千多顆行道樹的傾倒 那再往前一年的 一百零二年的樹立颱風 它其實大概就有 一千七百多顆樹木的傾倒 所以其實我們天然災害 跟我們一些樹木的 包括應該是病種害 或者是人為損毀等等 其實都會有一些樹木的死亡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筆預算 那這筆預算呢 就是我們拿來做這個 形道樹蒸骨質工程所使用的 可是這筆預算 跟我們剛剛的預約 其實我們是比較希望 這筆預算就是專門做 僑木的蒸骨質 所以我們在僑木蒸骨質的時候呢 我們為了提高我們僑木的品質 我們在請廠商他們去種植僑木之前 我們都會跟廠商到南部去選苗 我們選苗的時候就是希望可以 可以藉由我們的這個選苗的動作 來確保我們苗木的品質 而且廠商上來的苗會是符合我們的規格跟我們的要求 那我們選好了以後呢 我們會對這個樹木進行一個牽封 然後它再運上來 然後我們再確定 是不是我們所選的樹木以後 再來種植到這個現場 其實這支動作就是希望我們可以選到最適合 我們台北市的苗木品質 然後提升我們整體的一個飾容 好,那這是我們的行道樹蒸骨質工程的一個預算的使用 那這是我們相關的一些施工的一個照片 另外有一筆就是樹木並從害房式工程 那我覺得這筆預算其實也是在我們整年度的預算來講 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筆 大家之前應該都有看過一個新聞 它就是說我們台北市的國培的發生的案件數 算是六度最多的 那其實以這五年來講的話 大概有120件的國培案件 其中因為賀根病所造成的國培大概卻有佔了45% 所以等於是幾乎就佔了將近一半左右 那其實賀根病他的房子又很麻煩 因為他本身 他平常在巡查的時候 他如果他的病症沒有到地上鋪的話 他是很難去預防的 他其實是他沒有辦法藉由巡查 去巡查到這個病症 所以他可能就是發生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已經到了 或者是說他的病症到地上鋪以後 發現以後會立刻有我們的公班把地上鋪給巡查 那他的地下鋪我們就會交由這筆預算的特標廠商 他去把他的地下鋪給移除 然後再去做他的一個 包括他的把殘根給檢除 然後放藥氣熏蒸 然後再放檢體 然後最後再去檢測他的檢體等等 經過這一整個流程以後 我們會最後我們會確定他的檢體 是沒有帶菌的以後 我們再重新種植新的橋木上去 那其實這筆預算 主要就是做我們台北市 所有赫根病的一個防治 那其實台北市來講的話 一年大概有200到300顆 赫根病的一個樹木 那就是我們這筆預算就是在處理這些樹木 那病床派 這是我們赫根病的防治工程的一些照片 那這筆預算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張白藉口床的防治 他這筆整個的工程叫做 台北市行道樹病床派防治工程 那他主要防治的對象 就是我們張樹的張白藉口床 其實最近有觀察到一個現象 剛剛我講的國培的那個裡面 第一個是 核根病他大概佔了45% 那另外一個他也佔了大概30%到40%的就是 斷枝 那斷枝為什麼會造成呢 其實病床派就是一個 蠻主要的一個原因 像最近張樹應該是說 我們台北市種植的樹木 算是前三名的 他大約有8000多顆左右 那大概在每年的2月開始 他就會有種張白藉口床 延續到7月 所以我們每年在2月的時候 會開始進行針對張樹的張白藉口床 開始進行噴藥 那噴藥完了以後 他應該是說先針對他的病庫肢 去做一個修剪 然後修剪完的再噴藥 那每年這一筆預算的話 我們大約是會有大概400萬元左右 那這是我們防治的一個情形 因為張白藉口床的噴藥 通常都是在夜間 因為他避免可能就是白天的時候 會有車來車往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主要都是在夜間的時候 去進行噴藥 那最後一個部分是我們的雅虎病 台北市目前大概有2000多顆的大王椰子 那雅虎病呢就是針對這些棕榈類的樹木 它算是一種預防性的噴藥 那我們大約是2到3年的時候 會進行一次 上次的噴藥大概已經是將近100年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105年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可以再針對雅虎病的這個部分 然後來進行一個噴藥的防治 那這是雅虎病我們噴藥的一個現場的一個照片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筆也是我們蠻重要的一筆預算 它是樹木維護管理的一筆預算 那我剛剛講到104年的話 它的預算編列是1400萬 那在105年的話 我們是把它提升到5500萬 所以我這邊就是針對我們為什麼要 把這筆預算提升到那麼高 可以做一個說明 其實我可以先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樹木維護管理的一個方式 現在台北市的9萬多顆的行道樹 主要就是由公園出來負責管理 那其中我們有設了12名的巡查人員 他們每天呢 他們就會去尋常他們的台北市的整個所有的路段 有尋到有可能有孤知有病知有孤訴的部分 然後就會填寫在一個日報表上面 那這個日報表呢 在交由我們的工作班同仁去做這些缺失的改善 那現在其實遇到的主要的問題可能就是說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能力老化的這個部分 能力老化跟能力補助 其實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因為像我剛剛講的巡查人員 他們會去尋常到的所有的一個缺失 可是今天你尋常到的缺失以後 就有需要要有人去處理這個缺失 那目前現在尋常到的很多的缺失 可能會因為工作班同仁的年齡老化 動能比較不足 所以我們在這種東西的 在這種效率的處理上面 其實會變得比較慢 那這個東西就會影響到可能後續我們 可能市民產產朋友的那種安全等等 那另外是我們機具的高度有個不足 其實我們現在台北市 我們的各個分隊的高空作業車 它能處理到的數目 它大約是在10公尺以下 那超過10公尺以上的話 我們的機具其實就已經有點碰不到 所以等於是第一個我們機具不足 然後再來現在機具的高度不足 那現在台北市的數目又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才會需要說 要有相關的一筆預算 來協助我們處理這些 數目的這種管理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些 像是可能是民眾的要求 或者是對整個環境景觀的 品質的要求的提高 這也會造成我們在委務管理上的一些負擔 那還有現在可能民眾 很多民眾他們會針對數目修剪 都有很多的問題 那這也都會造成我們 在數目管理的一些困擾 像是很多民眾他們會認為說 有些數目要修 那有另外一派的民眾 就會認為數目不要修 那其實像我們也會遇到 跟我們說 我們如果剛才建議說 我們認為不用修 那可能他們也會說 那你們為什麼不寫個切結書 以後這個數目發生了什麼問題 就是找你負責 其實我們會常常遇到這種 管理上的困難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應該是我們一樣 有一筆足夠的一筆預算 那可以去 可能就是除了 當然如果我們可以 有我們的人力 在配合廠商的協助的話 來做好我們台北市數目 回顧管理 那我剛才講到 我們現在是12個巡查人員 其實我們大概每30天 巡查台北市的數目一次 所以你如果今天我看過的這顆樹 我下次再回來看到它 應該是30天以後 那在這30天內 如果有發生的一些問題的話 其實就會 就比較難去發現 所以我們是希望 我們面內的預算以後 我們委託廠商來 針對數目巡查 去做 來做的話 應該是 廠商他們要做到的是 每15天巡查一次 那藉由這種提高巡查的頻率 然後如果我們有發現 有立刻有公安之餘的這種數目的話 我們就可以請廠商 他們立刻派員去移除 那其實這些的話 我們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盡早發現 數目的缺失 然後盡早去做改善 那這個是針對巡查的部分 那這是相關的巡查報表 另外就是我們 數目維護修剪的部分 那剛剛有講到 我們本數的話 我們本數現在工作班同學 主要是針對台北市的數目 做局部性的修景 那這當然是因為 受限於我們機具的一個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就10公尺以下 那未來如果我們交給廠商去巡查 或者是維護管理的話 那當然廠商他們的機具 可能會比我們好 或者是說 他們的管理的頻率 可以比較高 可能就是在這個整個的年度 可能廠商他們每個禮拜 要去針對他們 遐管的範圍的數目 去做比較高密度的維護管理 那可能是將樹木從小去培養 去培養 去培養出他的一個完整的一個樹形 或者是說 可能針對一些不良的枝條去修剪 來提高整個公共安全等等 那這是針對樹木修剪的部分 那這一個表格就是我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六都行道樹 國培的比較 簡單來看起來的話 台北市的巡查人力 算是非常少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高雄 高雄它這邊其實是有48個 然後桃園也有26個 然後看起來每個單位的經費 好像都比我們高 所以其實我們今年編的這5500萬 比我們整個都市的 數目的密度這麼高 來講的話 其實這筆錢 其實真的 其實是不算高的 好 那這是我們數目維護修剪的一個照片 所以我們整個預算的運用 就是會用在我們的巡查 維護管理還有修剪等等 那這邊有另外一筆預算 是編列了500萬 其實我們現在一直都在講說 智慧化跟科技化的一個管理 台北市現在9萬科的行道樹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系統 在做這些數目 所有的數目的調查跟統計 可是其實這個系統 它是在民國93年到94年的時候所建立的 那時候有做過一次整個行道樹的調查 可是這中間現在目前經過了10年 這些數據到底 這10年之間都是由我們的巡查通人 去做這些資料的增減 就是增減 或者是做它的一些移動 不過其實經過了這麼久 用這種人工的方式去計算 其實可能它現在 它相關的一些數字上 一定會有一些誤差 所以我們是希望在105年的時候 我們編列500萬的預算 我們針對這個數目的 就是整個台北市的行道樹的 數集的資料 我們再去重新做一個調查 並且用GPS的定位 還有針對數目的健康檢查等等 去做一個整體的調查 那這個調查完了以後 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以後會有一個 在下面這邊 我們會有一個行動化查報的系統 就是說 我們未來會建立一個 這應該是一個這種平台 我們的巡查的時候 以後 以後的巡查人員 他們可能到現場 他們有查到相關的缺失 他們就是在這個行動化查報的管理的平台裡面 去做案件的登錄 我們如果今天看到的 可能有估資 或者是有估訴 我們可能 那個巡查人員 他就用他的手機 可能他就拍一張照片 那這張照片呢 就會到我們管理的後台 那這個後台我們就會有 我們如果收到了這個 相關的缺失了以後 我們就會派公班 去針對這個缺失去做改善 那改善的時候 你可能改善完了 我們再拍一張照片 那這樣子的話 所有的這些記錄 都會在我們的這個後台 有一個資料的一個表存 那以後 我們就會知道說 這個數目 他以前曾經做過什麼樣的 維護管理的動作 所以其實 最後我們希望達到的就是 我們可以記錄 詮釋數目 跟設施的一個 圍管的一個歷程 再來就是 我們各個單位 包括所有的能力 都可以去掌握到 我們現在維護管理上面 的即時的資訊跟進步 那最後當然是說 希望以電子化 科技化 雲端管理的方式 來替代資本的資料 然後減少能力的一個浪費 所以這相關的話 我們有編列 初步編列的500萬的 數目調查的預算 還有395萬 行動化長報系統 跟設施 資源管理理台的預算 好 那這是我們做的一個流程圖 那其實未來呢 我們就是會按照這個流程圖 就是會有一些分工跟派工 跟入案的一些動作 那我們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受保護數目的預算編列 那受保護數目呢 原本它是在文化局那邊 那在105年的時候 就是市長說 希望有公務局來執行 那所以我們就目前現在 就是有公務局跟公務局公營處 兩個單位來執行 受保護數目的這個業務 不過它原則上應該是8月1號後 才會開始 好 那我們預算編列的話 在文化局在104年的時候 它編列的預算是660萬元 那我們公務局接了以後呢 我們出戶編列的預算是688萬元 那主要就分為 辦理老術業務邀請專家學者的 這個出席費 我們是編列了15萬元 再來是有一筆私有受保護數目的 這些技術固問支援的費用 有300萬元 然後有數目健康跟教育推廣173萬元 還有一個私有數目的私負補助呢 我們是編列了200萬元 那我針對下面的這幾個預算 來做個說明 受保護數目的業務 它其實會有一個數委會 相關的一些數目保護的一些 包括移植啊 休閒等等 會經由這個數委會來審查 那數委會裡面就會有一些專家學者 然後所以這邊的話 就要編列一個專家學者的出席費用 那還有可能我們有時候 有些受保護數目的 在限定有些生長的問題 我們可能有時候辦一些會刊 那會刊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從這筆預算裡面 去支出這個專家學者的出席費用 那所以我們今年的話 就是大概就是 變了15萬元左右 然後在私有受保護數目的 技術資源的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這個文化局在每年 都會有編列這筆的預算 它其實就是針對私有的受保護數目 因為有時候 因為這個受保護數目 如果是屬於私人所有的話 它可能沒有相關的經驗 或者相關的知識 可以去維護管理這個數目 那如果它有相關的問題的話 它其實就是可以跟 就是管理單位這邊聯絡 那之前文化局他們在辦這個業務的時候啊 那103年的時候 這筆預算呢 大約是有600萬次的 就是他們有動員600萬次 就是請專家去現場資源 去看這個數目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概是有600次 然後可能數目修剪也有大約是兩次左右 那未來我們這筆預算也是會持續的做 就針對這種私有受保護數目的技術資訊的話 去做這個服務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是 就是教育推廣訓練173萬 那早期文化局這筆預算有做過的話 包括是一些生態導覽 或者是一些電子書 還有受保護數目的補查等等 那我們今年我們公園處在接到的這筆預算 其實我們現在要做的其實就是 我們要再針對 目前現在的1760顆的受保護數目 它的數級資料 再去做一個複查的動作 那我們複查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同時將它的一些相關的 包括它的樹高、樹幅、它的樹徑等等 都去做一個紀錄 包括它的基地、生長環境 然後這個數目本身有沒有 初步觀察有沒有病從害等等 我們都會在這個數級資料表裡面 去做一個紀錄 然後這些東西紀錄好了以後 我們另外會請廠商他們再去做 它這個受保護數目的一個3D模擬的建置 那這個3D互動的模擬呢 就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去記錄這個數目現在生長的樣子 然後它是一個互動式的 它未來它可能它可以在我們的網頁平台上面 然後讓民眾他們去點選了以後 其實這個的話它都是可以去拉的 它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到這個數目生長的一個情形 它不會像是照片 它就是只有一個平面 它就是一個3D立體的互動 所以我們今年要做的 就是第一個當然是數級資料調查 再來就是 數目鏡上初步的檢測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3D互動模擬的一個建置 那這是我們預計在今年173萬預算所要執行的部分 還有GPS定位 對,謝謝主導 對,然後會保抗Data 反正這些資訊到時候都是會在網頁上 大家可以去查得到去看得到 那最後一個是我們 私有受保護數目的這個補助 因為其實很多的那些民眾 他們在他們的土地上有一個受保護數目 其實對他們來講他們的壓力也很大 因為在管理上來講他們就是要負責文物管理 那他們有時候可能他們會 他們其實並沒有 可能他們是沒有錢的去做 如果這個數目他可能需要修剪 或者是說他需要 可能他今天需要做一些外科手術 或者是有一些病腫害等等 那所以呢 武漢局在103年底的時候 他們就有簽了這個 施數補助的這個須支 並且編列了200萬的一個預算 那未來我們就是可能會有透過一年兩次 或者是一次的一個公開 然後我們會去收件 如果說民眾有這種需求的話 就是可以提出申請 然後我們會經過一個審查的程序 然後再來核定說我們來補助這顆數目的這些相關處理 以及費用多少的一個經費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跟105年的話是編列200萬元 那剛剛以上呢 就是我們針對我們台北市105年 數目的維護管理 包括受保護數目的預算的編列跟使用 那大概是先進行到這邊的一個說明 那看待會兒大家有沒有什麼相關的意見或者是問題 那看待會兒大家有沒有什麼相關的意見或者是問題 我們江女士還有陳先生 那還有我們文化局公務局也要組得出我們的長官 那今天非常謝謝你們 到來